而花莲年轻的茶农林俊杰和谢明远 两人在这一次的全国赛事当中展现了制茶的好功夫 不仅是穿金带银 尤其承接家业的茶农谢明远 阻断了新北平临茶农11连霸的霸业成绩 更为花莲首度拿下制茶技术赛的冠军 谢明远谦虚地表示 这一切都要感谢各茶区茶农先进不领赐教 就算制茶过程中碰上了停电小茶区 但仍能够制作出条形包种茶 特殊的花果香气 他谦虚直说自己运气好 拿下全国制茶技术竞赛冠军的青龙谢明远 赛后眉闲者和父亲一起烘焙茶情制茶 投注的心力亦如当时竞赛般的全神贯注 其实在106年的时候也参加过球形的制茶技术竞赛 那时候第三名 那这是为什么会冠军 其实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天后状况 还有茶青的状况 那还有就是在这几年我们不断的去问 其他的茶区的朋友 那其他茶区的朋友也不吝啬 那告诉我们一些小小的技术跟技巧 那我们这次比赛之后才会有大方一场 虽然说是茶农第三代制茶经验仅有十多年 尤其竞赛过程中还碰上无预警停电的小插曲 让他当即立断 微调阴影 后来拿下了冠军 先明远说自己是难得的经验 也谦虚直呼自己好运气 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原本四点准时要去炒茶了 结果我们想要把茶叶丢到前面的时候 总场发生大跳电 跳电了两个多小时 那其实应该说刚好是运气 那所以有时候人家讲说 也要茶香也要人也要天 所以这次比赛其实我觉得运气也蛮重要的 从来自各县市39位制茶高手脱营而出 拿下冠军的茶农谢明远 阻断新北平临茶区十连霸的成绩 谢明远感谢各个茶区的茶农先进 不令赐教分享交流 也期许未来能够带动五合茶区的产业发展 在行销方面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教会比较薄弱一点点 那对于茶农来讲的话 我们要有真功夫 其实做茶最早你把功夫学好 那是你自己的 那独断的求心求扁 那做出来的茶就有它的特色 那在后续的行销方面就比较不会有 其他茶区就有做一些的区别 那这对我们茶区来讲的话 也是最大的优势 五年来谢明远韬光养晦 面对高手如云的竞赛 仍能沉着应战拿下冠军 他说润碎五合台地以蜜香红茶闻名 这几年致力于研发新技术 让蜜香红茶不仅有蜜味 还减骨花香气 成为了五合茶区特色茶 独特的竞争力 记者是玉兰 瑞士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好